油料榨油前处杂的方法有哪些? 在进场油料中,常常会含有各种杂质。 这些杂质包括无机杂质、有机杂质和含有杂质。 其中,无机杂质主要指泥土、沙粒、石子、瓦块、金属等。 有机杂质包括金叶、皮壳、烤草、麻绳、布块、纸蟹等。 含有杂质则包括病毒害力、不实力和混入其他油料的种子。 为了达到高效清理油料的目的,我们需要采用多种方法共同使用。 在进行油料清理前,清理杂质可以带来以下六方面的好处。 首先,清理可以减少油脂总损失、加快出油率。 其次,清理可以加快油脂和饼破的质量。 第三,清理可以增加设备的处理量。 第四,清理可以减少对设备基建的磨损。 第五,清理可以避免生产事故,加快工艺效果。 最后,清理可以减少灰尘飞扬,保证工人健康和改善生产环境。 在清理方法方面,主要有以下几种。 首先是筛选法。 这是主要的清理方法。 根据油脂和杂质在颗粒大小、形状上的差别。 采用不同大小形状的筛孔进行筛选。 其次是风选法。 根据油脂和杂质在气体动力学性质上的差别。 利用气流,借助于风选设备将浮沉及其他轻易过重于油脂的杂质分开去除。 第三是撞击法。 根据油脂和杂质在机械强度上的差异。 先使其在设备中受到研磨及打击作用。 将杂质击碎。 再用筛选方法除去。 第四是比重法。 根据油脂和杂质比重不同的原理。 利用比重去湿机及水洗设备。 一生水选法除去杂质。 最后是磁选法。 根据油脂和金属磁性不同的原理。 借助磁选设备将油料中的金属铁除去。 纵上所述。 选择合适的清理方法对于提高油料质量和生产效率至关重要。 在实际生产中。 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综合使用多种方法。 以达到最佳效果。